从勃雷塔尼亚到交界地 我们一次一次地踏入宫崎英高为我们准备的世界中 不停地倒下 复活 再次倒下 直到变得越来越强大 足以成为这个世界的王 魂系列游戏的剧情大多暧昧不明 但游戏中的最终boss的存在 明确地告诉了玩家们在这个世界中冒险的目的 但众所周知啊 具有独特剧情意义和地位的最终boss 却往往不是最高难度的存在 那么纵观魂系列作品 哪些最终boss拥有着与其身份相符的战力 让玩家们在通关之前饱受折磨呢 欢迎来到 北深的魂系列讲堂定是八期 盘点魂系列作品中 实力最强的最终boss Top10 其实在构思这期视频的时候 本来我是想把那摊烂肉算成最后boss的 但是呢 确实有点不像样啊 最终boss还是得看我老王阿兰特 当然我也知道 大家都说老王太简单 一个火焰风暴就没了 但是恶魂的boss 它整体难度就是那么回事 除了火焰潜伏者之外 老王还真的算能打的 所以说啊 不要怪boss弱 要怪就怪法师太强 魂2第一美女杜娜湘卓 虽然会招小黑球 虽然攻击带诅咒 虽然boss战勉强算是个大连续 但奈何我们一下能招三个NPC 四打一真的好吗 况且那种还包含老兵布拉德雷 这种系列知名猛男NPC 让这场boss战 直接就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围殴 当然就算不招NPC 这场boss战的难点啊 也就是看玩家 你会不会自主的 去把这个黑球打掉 除此之外啊 实在是有一些乏善可乘了 作为原罪学者中的 隐藏最终boss 当玩家们在流程中 与安迪尔对话三次 并击杀了活实化的范克拉德之后 即可激活这场 皆是真相的 真最终boss战 当然虽然难度上 比杜娜湘卓呢 也强不到哪里去啊 只是焚身火焰 专制不会等输出机会的蟒夫 不过只要能掌握好输出时机 即使没有不拉掉的助阵 原罪学者也不会给玩家们 造成太大的麻烦 当然啊 虽然说难度不高 但就我个人而言 这场boss战 得益于其贯穿三代的剧情意义 和优美动听的BGM加持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真正的实情震撼 永远会震撼人心 更加精良的设备 自然是每个玩家的终极需求 尤其是对我们这种3A大作爱好者 明GE W3270U 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搭载了VI3000比1高对比面板的明GE W3270U 提供了更加丰富有层次的色彩表现 影院及色域 让画面色彩的过度细腻自然 更适合展示3A大作中精彩分层的世界 丰富的画面细节 搭配32寸屏幕 带来更大更精致的视觉效果 让你的游戏体验更有沉浸感 同时HDRI功能 在增强画面色彩和细节表现的同时 暗部细节更加清晰 亮部也不会过曝 搭配BI加智慧调光技术 不仅适用于多种类型游戏的不同场景 也能在色彩饱和度高 且复杂的游戏环境下 有效降低光污染 缓解视觉疲劳 显示器内置双音箱 带来超一流实听沉浸体验的同时 想你所想一步到位 让你无需另外配置音箱 节约桌面空间 游戏不仅是简单的娱乐 更是艺术的体现形式 在先进又精良的设备支持下 我们的游戏体验将会更加精彩分尘 把葛文排在杜纳乡卓和安德尔之前 实话说多多少少我是有点私心的 但毕竟初代新王有点排面 那不是应该的吗 虽然说葛文身板脆弱 还有独指令bug 但是一对一正面对决 在没有练好谈反之前 多少还是比魂2那两位 可能稍微难那么一点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难度终究有限 无论是邀请锁哥助阵 还是用法术强行秒杀 都能相对轻松的拿捏 什么 你不知道葛大爷有独指令bug呀 我现在就给你表演一个现场尬舞 和安德尔一样 作为血缘的真最终boss 需要深持三个旗带 才会现身的幕后大佬 真实实力呢 却让人有点失望 虽然有着暴气轻功雪条的大招 但释放之后 却又成了玩家们的输出窗口 加上血缘这个整体难度 大家都懂的 能打到月神的玩家们 就没有省油的灯 但谁知道月神这个boss 他血量太低 实在不够大 玩家们本来摩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场 谁知道我瘦条还没叠完 你人就没了 加上身体侧后方 基本没有攻击判定 让月神的boss战难度 大幅度降低 区区月神 不过如此 拥有了超越上位者知识的猎人 才是真正的鼓神 吃我犹豫须之怒吧 如果不是太弱远程 星王化身的实力 真的有机会 击身混三全boss的前列 作为历代星王的集合体 化身P1 及多种攻击方式余生 高周目血量和攻击爆表 变昭灵活 PR主打情怀 虽然葛大爷的星王五连 大家都忍输于胸 但是万一不小心中了第一下 血稍微点的少一点 就可能会直接被秒 加上两个阶段的设定 本来就无心间降低了容错 让星王的化身 还是配得上这一名号 也算是黑魂三部曲中 最能打的首官boss了 作为血缘诅咒的结局boss之一 格曼从难度上来说 比前面那个丢人的羞悦狗 还是强上不少 没有乱七八糟的花哨招式 只有第一猎人在日复一日的猎杀中 积攒的杀戮经验 作为所有猎人的祖师爷 格曼也算是当之无愧的最强猎人boss 镰刀阶段强霸体 加上老猎人腿骨的加持 让我们没有办法像对付一般人型boss一样 使用强制击倒加电锯强角杀 当时阶段呢 算是一个输出机会 但是在混乱的战局中 如果不能好好把握 格曼暴气进入二阶段之后 又将和玩家进入缠斗 届时呢 就又得考验各位猎人们的枪反基本功了 比起壮年异星 老年异星的这场boss战 在我的心中更有剑矢决斗的既视感 虽然身体已经衰弱不堪 但征战一身的伪名剑身 在他临终的最后一天 仍然迸发出了强大的能量 纵观这场boss战 三个阶段的战斗各具特色 永真的招式算是异星的弱化版 击败永真 异星出战之后 更是净显宗师风范 古朴灵力又准确的招式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淋漓尽致地向玩家们展示了 伪名国的最高战力 最终阶段加入了火焰攻击和地面技能 也将这场修罗之战的难度和氛围推向高峰 不过唯一可惜的是 boss本身的血量太少 如果你能抓住机会消减其血量 就能够大打缩短战斗的时间和难度 当然这也符合当时异星强弩之末的现实情况 但无论如何 老年异星的终局之战 也无愧于第三的排名 作为埃尔登法环的最终战 拉达刚和埃尔登之兽这两个阶段 可以说是完全意义上的风格迥异 在修复了开局卡死bug之后 拉达刚阶段的战斗还算是可圈可点 在终局之战的BGM和富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加持下 让这场boss战充满了实实感 难度上也算是基本达标 进入埃尔登之兽阶段之后 超大的战斗场景和爱兽本身极度多动的特性 让这场boss战对玩家们 尤其是进展玩家 带来了一场耐力和耐心的考验 战斗五分钟跑多四分半可真不是盖了 所以这boss战难不难的我们另说 要是哪天我来一个魂系列最粪boss的排名 那么埃尔登之兽必然能拔得头筹 虽然打不过就掏枪不是什么好行为 但壮年伟名一新的战斗 无论是难度设计还是氛围上都实处上升 因为它足够难 所以在击败它之后 才能给玩家们带来足够的满足感 算上谢一郎 这场boss战将足足有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逐界递进的招式和难度体验 给每一个投身于这场战斗的玩家 带来沉浸式的挑战 纵观魂系列历代作品中也不算多见 当然也正如刚才括号君所说 P4一新继承了八只脸的设计 也多少让这个阶段有点白给 但是这也算不上什么天大的毛病 总体而言 剑身一新的整场战斗 兼具了难度和深度 让所有经历了伟名一日最终战的玩家们回味无穷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为各位盘点的魂系列历代作品中实力最强的最终bossTop10了 以上哪一位在你通关之旅的最后为你造成了最大的麻烦呢 不妨在评论区中说一说你的受苦故事 下期节目中 我们将走出本篇 盘点魂系列历代DLC中最强的boss 留下关注三连 下周同一时间 本身的魂系列讲堂 我们不见不散 下周同一时间